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波进的美食日记 我觉得我们视频应该有个系列是吧 那就美食日记吧 现在都市节奏非常快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经常加班熬夜 连喝口汤都没有时间 老实讲我爸妈会跟我讲 自己周末时候煲汤啊 首先就很感谢爸爸妈妈就这么 经常提醒我去喝汤 但是老实讲我真的是一步从轻 我特别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就 你叫我煲汤吧 本来一个星期就只有那一天休息 已经很累了 就想躺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 你还叫我去一早起来 市场去买菜 然后切菜煮菜 还要洗碗 我干不到啊 老实讲我真的办不到 那今天呢是个粉丝推荐给我 叫我买这个东西 没有广告 不行我要学一下 徐亚群在这里弄一个广告位 欢迎金主来投食 好吧 所以我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素食 素食 素食的老火料汤 我当时在想 素食的东西的料会会像方便面一样啊 你想一下方便面里面的牛肉是怎样 我这个还是投军土鸡汤 土鸡 我真的不期待 19块9油有什么土鸡肉给我吃 老实讲我一点都不期待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这个才19块9 但是如果真的好喝的话 可以推荐一点的 哇 哇 中的 我刚才已经包好水了 然后 它是有水在里面的 哎呀 我的妈呀 我看一下 我买的是那个 投军土鸡汤 这个品牌是厨师的 厨师 如果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 麻烦赐点我 打钱 好吧 毕竟很穷 它这个是这样的 看一下 所以它本品就只有这么一小罐 这有水袋 这个是发热包 好 那我们马上试一下 放入发热包 感觉会爆炸一样 杀了一种烟 再上盖子 等个十分钟 现在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那个烟也减少了很多 我猜估计已经行了 哇 太烫了 还在冒烟 请问我怎么打开它呀 哎呦 好烫啊 好了 哇 又打开一股香味 那我们现在终于把这个汤给揭开了 那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料 可以的呀 真的有鸡的呀 我习惯是先把肉捞出来 然后喝汤 我们现在先吃一下这个鸡肉 看一下那个鸡肉 哇 真材实料的鸡肉 我觉得是料还挺足的 很入味 有点柴 感觉好像在吃那个手撕牛肉一样 那是猴头菇吗 那猴头菇还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可以 这个鸡的话 味道比较清淡 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的口味 但是尽管是这样 它料也是用的挺足 我觉得这个抛平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汤 好烫啊 先来尝一下它味道怎样了 我先吐槽一下 这个汤太烫了呀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猫舌头的话 真的是不能一下子喝太烫了呀 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 我还是没喝到一口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有多烫的 我刚刚用凉水去冻它 所以它才凉这么快 哎 凉太多了 我感觉它冻了之后 这个汤上面那个油就萤固了 影响到口感 所以你才弄这么热是吗 哎呀我现在还把你加冷 就看一下这个色泽 滑不上来 你看还挺清澈的 但是不要看它清澈的 就觉得它没有料 它上面飘着一层油 你知道吗 我一口下去 感觉那个油凝固了 然后沾在我喉咙那里 就让我不是很舒服 如果它保持着 刚弄好时候这么烫的话 你喝下去就不会凝固在喉咙的了 但是讲老实话 你喝得下去吗 这么烫 啊 好满足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老火炼汤就喝完了 先说优点 优点就是啊 如果你是白领的话 那很适合你啊 你可以买回家 然后过来是加班之后 哇 加班三个半夜 像我这种经常呢 36小时通宵 48小时通宵 直落我都是经历下来 就如果有这个的话 这个是对我的身体会很好 半夜三更 看这个场子之后 买换这个会很暖心 很棒 男生送给女生我觉得真可以 很有心意 然后就第一次喝这个自发热的汤 就觉得很新奇 那个料也是用得很足的 就是有点缺点的话就是 第一个就是太热了 等了十分钟就可以喝 是吧 完全不能喝了 就 我这种猫舌头 一碰就哇 这种感觉太烫了 然后第二就太油了 就冷却完之后 那个汤一喝下去 它就凝固在你喉咙那里 哎呀有点不太舒服 优缺点就这样吧 值不值得买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是都市历人的话 而且你是有女朋友 你想红下它的话 完全是可以买的呀 就这个东西的话 吐光评分就6.5分了 我自己而已啊 我不太喜欢车这么油腻 但是拿来红香女孩子 或者是尝尝鲜还是很棒的 好那我们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投币收藏 期待要关注一下我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